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仍然在羈押當中 但是前秘書長謝利公卻喊話 柯文哲應該要接受認罪協商的概念 引發了支持者的不滿 被小草流言出征 民眾黨現任的秘書長周渝修也不以為然 表示不懂謝利公的利潤基礎 跟他的認知差距相當大 現在民眾黨中平會也要立案調查 10月19號我們在新北的活動 第一個元素是志工 第二個元素是親子 歡迎大家 不為金流風波民眾黨舉行親子路跑 朝陽要辦更特別開記者會號召志工 在這關鍵時刻要進一步鞏固支持者 但傳出8月底一開放報名 參加的人卻寥寥無幾 目前是將近千人的這樣的一個數字 那我們報名還持續在進行當中 半個月過去了報名人數還不到預期的三分之一 不如民眾黨以往的活動踴躍 畢竟主帥不在民眾黨爭議又多頭燒 支持者恐怕也不保 現在更有前秘書長謝利公 跳出來喊話柯文哲接受認罪協商 但馬上引發黨內小草反彈 批評是來扯後腿嗎 不太明白或清楚他的利潤基礎從何而來 他的發言跟我所知跟我所理解的有很大的落差 有人說我是烏鴉 在黨裡面應該不是一言堂 如果一個黨裡面沒有讓我們的黨員能夠說話 那我覺得這個黨未來發展其實會很堪憂 喊話黨內別淪為一言堂 但謝利公才拋出認罪協商 馬上背誦中評會處理 請小草們其實你要仔細看我的全文 其實我後面加了兩個字叫概念 就是參財那樣的一個精神 其實可以做適度的陳述 民眾黨爭議連環報 小草又疑似跳船潮 黨內檢討聲浪不斷 少了柯文哲這顆定心丸 如何團結黨內成了當前一大難題 建議宣傳媒打開報道